另外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 今天再度因为选霸法修法而吵成一团 而在会议一开始就针对议事录的记录不实 进行了抗议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立法院的议事录 大家在吵的是什么 在7月8号这个议事录上面就写下说 现在徐宇峥委员提议停止发言 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意义 这个上面议事录就写着 没有意义现在停止发言 但是这样的结果可是让徐宇非常不满 他说怎么会没有意义呢 大家那一天吵成这样 所以今天黄杰就说了 是不是只要蓝白想要通过的 全部都可以用表决的方式来撵过 就连议事录也一样 而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张伟高金素媒也被民进党指控 他是不是去挟持了议事人员 但高金素媒今天也直接反抗 他说在王金平时代就是如此 张伟在哪里 意识人员就在哪里 而身为张伟他有义务让会议顺利进行 也要保护所有意识人员的人身安全 为了选罢法蓝绿再度杠上 内政委员会针对前一次议事录做讨论 但内容却被民进党立委们质疑 是造假 根据议事录内容上面写着 徐宇珍委员提议停止发言 询问在场委员有无意义 律为其身抨击 明明大家都有意义 怎么议事录却写没有意义 所以这一次的会议的举行跟发言的登记 已经很明显违反议事规则了 所以我主张这一次的会议无效 议事录到底有没有效 我想公道自在人心 明明里面就一堆人 为什么还要把门锁起来 然后在外面演呢 民进党不只抗议会议无效 黄杰更公布影片 有六位议事人员在周一下午 从高金素媒的办公室走出来 还上了傅昆奇的车 之一高金素媒挟持议事人员 当天议事人员生意六小时在哪里 是不是在我们高金招伟的办公室 这难道不是侠强 议事人员难道不是偷偷摸摸 为了要开闭门会议吗 我完全议院长就曾经这么说过 一直以来我家立法院都是这样 就是招伟在哪里 议事人员在哪里 面对瑞英指控 高金素媒强调 一切都是为了让议事顺利 尽管民进党立委群起抗议 但蓝白人以人数优势通过议事录 宣霸法将持续延烧 华氏新闻客举彭冠邻台北采访报道 嗨大家好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